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上语文课了。 大家一定都非常喜欢猜谜语吧? 老师来考考你们。 请看第一则。 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有人爱,有人怕。 浑身上下穿毛衣。 猜到答案了吗? 是的,就是毛毛虫。 同学们,真厉害。 再来猜一则。 有位花姑娘,一对花翅膀。 最爱花丛落,飞来飞去忙。 这个答案是什么? 相信同学们一下子就猜出来了吧。 对,就是蝴蝶。 对于毛毛虫和蝴蝶这两种昆虫, 你们有什么了解呢? 可以用上几句话来说一说。 开始吧。 都说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毛毛虫和蝴蝶的相关介绍吧。 毛虫是零赤木昆虫的幼虫。 体圆柱形分十三节, 有三对胸足和树对腹足。 头两侧各有六眼, 触脚短, 厄强壮。 常见的毛虫多数为蝴蝶或鹅的幼虫。 这些幼虫动作缓慢, 身体柔软, 而且营养丰富。 为了确保后代得以繁衍, 很多昆虫总是以惊人的数量进行生育。 幼虫也以惊人的速度在成长。 多数幼虫是没有防御能力的, 但对于敌害, 它们有很多逃避的方法。 虽然毛虫的身体是软软的, 但它们像其他昆虫一样也有外骨骼。 毛虫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它们靠着天生利齿, 大嚼蔬菜和树叶, 因其体上多毛, 以称毛毛虫。 再来看看蝴蝶的介绍。 蝴蝶通称为蝴蝶, 节肢动物们, 昆虫缸等动物的统称, 全世界大约有14000多种, 大部分分布在美洲, 尤其在亚马逊和流域, 品种最多。 蝴蝶一般色彩鲜艳, 身上有好多条纹, 色彩较丰富, 翅膀和身体有各种花斑。 最大的蝴蝶展翅可达28至30厘米左右, 最小的只有0.7厘米左右。 蝴蝶和鹅类的主要区别, 是蝴蝶头部有一对棒状或垂状触角, 鹅的触角形状多样, 蝴蝶从白鳄迹起, 随着作为食物的显花植物而演进, 并为之受粉, 是昆虫演进中最后一类生物。 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像是蝴蝶的羽衣, 因为蝴蝶翅膀的鳞片里含有丰富的脂肪, 能把蝴蝶保护起来, 所以即使下小雨时蝴蝶也能飞行。 观看了视频, 大家对毛毛虫和蝴蝶的了解一定更多了。 毛毛虫和蝴蝶之间有什么奇妙的联系吗? 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到22课小毛虫中去探秘吧。 请同学们听课文朗读, 边听边思考, 小毛虫和蝴蝶之间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一条小毛虫趴在一片叶子上, 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大大小小的昆虫又是唱又是跳, 跑着跑, 飞着飞, 到处生机勃勃, 只有它, 这个可怜的小毛虫既不会唱, 也不会跑, 更不会飞。 小毛虫费了旧牛二虎之力, 它挪动了一点点。 当它笨拙地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 它觉得自己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 尽管如此, 它并不悲观失望, 也不羡慕任何人。 它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 它, 一条小小的毛虫, 眼前最要紧的, 是学会抽丝, 纺织, 为自己编织一间牢酷的茧屋。 小毛虫一刻也没有迟疑, 尽心竭力地工作着。 它织啊, 最后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进了温暖的茧屋里。 以后会怎样呢? 它在与世隔绝的茧屋里问。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 小毛虫, 小毛虫听到一个声音在回答。 你要耐心等待, 以后会明白的。 时辰之后, 它清醒了过来, 再也不是以前那条笨手笨脚的小毛虫。 它灵巧地从茧屋里振脚出来。 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伸出了一对轻盈的翅膀, 上面布满色彩斑斑的花纹。 它愉快地舞动了一下双翅, 如绒毛一般, 从叶子上飘然而起。 它飞啊飞, 渐渐地消失在蓝色的雾矮之中。 小毛虫和蝴蝶这两种外形完全不同的昆虫, 竟然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真是太神奇了。 你们想不想自己来读一读课文呢? 请大家轻声朗读课文, 边读边标出课文的自然段。 注意读准字音, 把句子读通顺。 开始吧! komen读曲 تaws, 的人様 都ja变了以后一旦uez解释字、 其实病情者olinora代表演统诺, 方便可以读一读读击读读读读中读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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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同学读得怎么样呢 哦 他都读对了 同学们 你们来看 这个正字 它既是翘舌音 也是后鼻音 请同学们再读一遍 正 很好 还有这个颜 还有这个颜子 在课文里出现了两个和他有关的词语 分别是尽管 尽心竭力 何老师一块儿来读一读 和老师一块儿来读一读 颈 颈管 颈 颈 颈心竭力 你们会读了吗 同学们 同学们 真了不起 同学们 接下来 让我们男女同学 开火车 一起来读一读这些声字 接下来 请男女同学 开火车 一起来读一读 这些声字 男同学 请你们 当火车头 开始吧 同学们 同学们 同学们的小火车 开得真顺畅 去掉拼音 我们一起来试试 接下来读一读 鱼 容 每位同学 都能正确地认读声字 真棒 送给大家一颗朗读心 其实呀 课文中 还有几个词语 在朗读的时候 要注意发音 同学们 你们看 仔细地 竖起耳朵 听老师读 大量 事情 明白 你们 有什么发现呢 对 这三个词语 第二个字 都读 轻声 请同学们 再试着读一读 开始 通过前段时间的学习 相信同学们 一定积累了许多 实际声字的 好办法 现在呀 老师邀请大家 开通脑筋 想一想 你会用什么办法 来实际 这些声字呢 想一想吧 开始 打算 是 没关系 的时候 说 这些声音 尹 还 有什么事 你 误估 有什么事 没关系 误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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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你们都想好了吧? 哦,加一加,编字谜,组词,这些办法都很不错。 今天老师要教大家几个实际生字的新办法。 看谁是识字小能手,请看第一组。 诶,仔细地观察一下,你们有什么发现呢? 是的,这些生字中有些生字的偏旁都是一样的。 有位同学就想到了借助偏旁来归类实际生字的好办法。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连和鱼都是竖心旁,和心情有关,可以组词可怜、愉快。 这个办法怎么样? 请同学们学着它的样子,仔细地去观察一下其他的生字。 能不能也用上这样的办法来实际这些生字呢? 同学们,你们可以借助屏幕里的这个表格的样式, 试着想一想。 开始吧。 感谢观看。 都想好了吗? 我们来交流一下。 仔细听。 我实际的是挪和正。 这两个字都是提手旁,与动作有关。 可以组词挪动、挣托。 说得不错哟,再听第二个同学的汇报。 纺和绒这两个字都是脚丝旁,与丝织品有关。 可以组词,纺织、绒毛。 还有一位同学,一下子就实际了好几个生字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仿佛任何都是单人旁,绿和带是双人旁,可以组词规律等待。 这几位同学,这几位同学真是善于学习,用上偏旁归类识字,我们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这些生字的实际了。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你们记住了吗?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 截,坤,仿,正,归。 用什么办法来实际呢? 你们瞧。 哦,把我们学过的字和今天要认识的字放在一起实际,去找一找它们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就能帮助我们准确的实际了。 同学们,你们愿意来找找不同吗? 都愿意啊。 开始吧。 大家找到的不同是不是这些? 对了,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同学的实际过程吧。 把喝水的喝,口子旁换成栗子旁,就是结,尽心竭力的结。 像这个同学一样,通过换偏旁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实际,坤,仿,正,归这几个字了。 你们愿意自己试试吗? 开始练习一下吧。 同学们,你们都练习好了吗? 通过行进字对比的方法,我们又实际了这么多生字,你们真了不起。 实际了那么久的生字,老师要考考你们,看谁的记忆力最好。 请同学们来读一读下面的这句话,你能找出这句话里有我们刚才实际的哪些生字吗? 请你用铅笔把它圈出来,开始吧。 同学们,你们圈出的生字都有哪些呢? 哦,都有这些。 连,挪,静,结,正,于。 把生字连成句子,在读中,巩固学习,也是一个实际生字的好办法。 同学们,你们看。 可怜的小毛虫。 像这样的短语啊,在我们的课文里还有很多呢。 你们能默读课文去找一找吗? 开始吧。 开始吧。 。 你不论的小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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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的小毛虫。 我想像这样一样的小毛虫,还可能上不过。 你不论的小毛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大家找到的短语是这些吗? 朗读的时候,我们要读的连贯 还要注意短语中白字旁的的和体图旁的的 要读的轻一些、短一些 和老师一块来读一读 新奇的目光 轻盈的翅膀 笨手笨脚的小毛虫 色彩斑斓的花纹 蓝色的雾矮 愉快的舞动 牢固的茧污 温暖的茧污 雨是隔绝的茧污 同学们,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三组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对,都是描写简污的 分别是什么样的呢? 牢固 温暖 雨是隔绝 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相同的事物 多有意思呀 把这些短语放到句子里 你们能读好吗? 请同学们轻声地读一读这些句子 开始吧 都读好了吧 我们来听听两位同学的朗读 一条小毛虫 趴在一片叶子上 用新奇的目光 打亮着周围的一切 大大小小的昆虫 又是唱 又是跳 跑的跑 飞的飞 到处生机勃勃 当他笨拙地从一片叶子 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 他觉得自己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 像他们这样 注意适当的停顿 就能把长句子读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生字的学习 整字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 这是个上下结构的字 竖和反文旁 居竖中线的两侧 正 居下 居中 竖最后一笔 那 要变成点 反文旁 撇那 相交于 横中线 正第二笔竖 写在 竖中线上 整字 可以组辞 整个 公整 请同学们 伸出手 来 疏空一遍 同学们 请你们拿出纸和笔 把整字在填字本上写两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课后 大家可以把这篇课文读给你的爸爸妈妈听 让他们评一评 下节课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